嗨,大家晚安 我叫...等一下,我的椅子 我調一下 剛剛村長又介紹我,我叫吳正傑 然後我本身是布農族的 大家其實可以叫我達亥 這是我的原住民的名字 那其實今天早上我才從那個高雄這樣 從我的部落這樣騎車這樣下來 四驅到大火車來台東 那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把自己投入在自己的工作裡面 所以近很久沒有像這樣一個人 然後彈琴,然後好好的唱歌給大家聽這樣 那...每次回來鐵花村 我就覺得就是有一種 感覺就很特別,就是有一種 你可以說就很溫暖 然後心裡面很踏實 然後每次來的時候我都喜歡就是 就是附近走一走啊 然後呼吸就是鐵花村的空氣 然後觀察這邊的人事物 然後回想以前在鐵花村 唱過的歌,遇到人認識的朋友這樣子 那每次回來都很開心,然後很舒服 然後這邊的環境很喜歡 那我希望今天你們來這邊也會 也有這樣的感覺 好,那我先帶來第一首歌曲 是我最近一直很喜歡唱的歌曲 騎琴的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我先唱這首歌,先分享給你們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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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每当夕阳熄下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依然等待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总会在这里盼望你 每当夕阳熄下的时候 每当夕阳熄下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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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然後有稍微就是做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版本這樣子 然後當作一個 我喜歡這首歌是因為其實每次聽到這首歌就會想到以前就是 不管是懷念的人啊或是懷念的事情 所以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就會想到以前 那時候在台東念了大概五年的大學 就五年是四年大學包括一年的時期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就是很多很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就在部落嘛 然後其實國中之後就在外面念書這樣子 然後直到大學來到台東的時候 然後每次都喜歡就是騎車啊就到處跑來跑去 然後都會經過一些小巷子啊或是那種山林的小路 就會覺得很熟悉 好像是小時候以前在部落的那個景況 所以我也覺得就台東念像是自己的第二個家這樣子 然後就很開心這樣 然後覺得在這邊遇到了很多很熟悉的東西 然後也會讓自己就是 在這邊生活非常的溫暖 然後很開心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 然後... 然後...